朋友们好 欢迎您和我继续回忆青春岁月 观看前 希望您能先订阅本节目 打开小铃铛 以便新片上传时得到及时提醒 谢谢大家 我们还是从坐标的原点 流圆 向东面出发 步行几分钟就到了长乐路的536号 第一复英保健院 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的大学生分配 从河北的军肯农场 几经周折辗转到了山东的单位 我的清华大学高材生大哥终于有了个晚来的 但还较为安定的家 大嫂也怀上了孩子 1973年 千里迢迢牧名来到了我家附近的全国著名的第一复英保健院代产 她就坐落在长乐路570楼的福园隔壁 大嫂的产前预测检查一切都正常 到了分娩当天 由于该院的反动学术权威或者专科技术尖子 通通都被打倒或者靠边了 有的还关进了牛棚里 当班的所谓妇产科医生呢 只是一些工农兵赤脚医生和护士 他们竟然分不清什么是臀胃 什么是顺胃 遇到了突发情况 顿时慌乱成了一团 根本没有临床经验和应对措施 结果一个好端端的孩子 刚来到人间就齐带照镜 被驻产的赤脚医生活生生勒到没有了喘气 当时任何医院对死亡人数也都有限定 死亡率都是硬性考核指标 医院好歹也要把幼儿救到缓过气来 放在暖箱里24小时监护 可怜 孩子的小鼻孔小手臂上插满了管子 后来医生说要输血 正好我的血型与侄女匹配 我二话没说 就撸起袖子给这个还没取名字的小侄女输了血 可到了规定的两周出院时间 医生告诉我大哥 幼儿大脑缺氧时间过长 严重缺氧 造成了大脑细胞损伤 虽然现在存活了 长大后也是弱智低能 只有几十万分之一的几率能与常人一样 在医院他永远死不了 但我建议你们抱回家 自行决定处理吧 就这样 明明是医疗疏忽的责任事故 却要当事人自己买单承受 分明是医院在港人员欠缺训练 还要受害人背负自己杀死亲生儿的罪孽 当时整个社会被冲击 行政机构全被砸烂乱成了一团 平民百姓既没有地方可投诉 那个时候也没有律师或者事务所会接案办理 那个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的时代 小草民只能自己忍辱 吞下这杯苦酒 我们只好抱着孩子回了家 看着侄女那五官端正的清秀的小脸蛋 她那无助的祈求目光 我们是万分不舍 我们精心喂养了她几天 大哥的假期即将结束 侄女却不见一丁点好转 离不开氧气管 这两个高级知识分子想想 总不能从小到大整天对着一个傻呆呆的女儿过上一辈子啊 我大哥最后忍痛说了一句 养大了她也是傻瓜 对大人孩子都是无止境的痛苦人 长痛不如短痛吧 我知道最后时刻到了 看着悲痛万分的大哥我就说 让我来把氧气管吧 大哥却默默留着泪说 我不能让我的好兄弟一辈子背着负罪感 他闭眼一咬牙 拔掉了我小侄女那根违纪生命的氧气管 哎 血是一定浓于水的 尽管侄女来到这世上只有短短几十天 她也没法开口叫我一声三叔 甚至她连一个名字都还没有 可时隔几十年 那生死离别的场景 我依然历历在目 内心的痛楚只有亲历者才能体会 我流着泪写到这里 心再痛我也要控诉 也要把这些留给后人 如果没有那场万恶的内乱浩劫产生了胶白卷 不读书 没技术才算是革命者的荒唐逻辑 造成了这起医疗事故 我那可爱的小侄女早该是亭亭玉丽的美少女了 她也会组织起家庭 有追求幸福人生的自由 然而 当初她是那么幼小 连最起码的生存权都没法获得 只能和邪恶的计划生育 独生子女政策的无数受害者一样 和被从母亲子宫里打掉的亿万胎儿同属一个命运 小侄女的夭折 给我们全家人的心灵留下了终生难以磨灭的阴影 唉 太难过了 再说另一件事吧 我大伯家排行老二的堂哥 从小我们叫他大猫哥 学名国华 我有去过堂哥结婚时的新房 那是一所大花园房屋里的一间太阳房 去贺喜那天刚下过大雨 花园草地上是一洼洼的水塘 但室内清新 一片洁白的基调 不止呈现出一股洋派气氛 堂哥给我们吃西式的奶油蛋糕 好漂亮的六角形的喜糖 我环视周围 桌上 墙上 放着堂哥和嫂子的结婚照 女士穿着洁白的婚纱 男士身着西装礼服 像电影明星一般 好般配的一对金童玉女 这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堂哥当时是上海有色金属进出口公司财务科的科长 后来分配给了他公司干部住房 他和局领导住在同一状公寓大厦的机关宿舍里 可恶的是 他和领导是同层斜对门的邻居 这就注定了他百般磨难的悲惨命运 有一次 他看见领导将烧饭用的煤饼放在浴缸里 煤饼就是煤粉压成蜂窝状的燃烧材料 浴缸里的下水口也没盖住 堂哥出于对公共财务爱护的功德心 随口和那个领导讲了一句 碎煤粉会把下水道塞住的 堂哥还好心的帮那位局领导把下水口用橡皮塞子盖住了 但是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 一个动作就此种下了祸根 1957年反右运动的时候 那个领导就运用了一套无限上纲的公式 就是轻视领导等于反对领导等于反对党的书记 也就是等于反党中央 然后把堂哥打成了右派分组 后来呢 他们又查到堂哥自己坦然真实填写的档案 抗日战争时期 他曾经担任过三清团的分队长 可后来中共中央有文件规定称 在抗战时期这个级别的人不能称为历史反革命 但或许是因为堂哥才华出众 是潜在的接班人 对现任领导有威胁的缘故吧 书记就又把他从右派分子升级为历史反革命 移交给了司法机关 判了十年徒刑的重刑 我记得那年初夏的某天傍晚 当工程师的唐嫂来到我家 就在底层的电话机旁和我父亲讲述说 三叔 国华出事了 当时他刚怀上侄女圆圆才几个月 一边讲着 眼泪就像珍珠一样洒落在地上 端庄漂亮的唐嫂 一时哭成了一个泪人 哽咽着半嗓说不出话来 反革命的头衔在那个特定的年代 就像是给人判了死刑一样 而且会株连九族 一族人都永世不得翻身 何忠哥是我六堂哥 是解放军第一代的化学兵 表现出众正准备提干 一经政治审查 清歌成了反革命 不能够提干不说 反而他遭到了提前复原 唐房同姓同宗填表算直系亲属的我 也因为唐哥的这个历史问题 不能入党提干 尽管我年年是市局公司的先进 在我们五千多人的全国金制奖单位 唯一体现假民主三年选一次 连续三届投票的工会选举中 全单位职工 我票数第一 但我个人表现再好 技术再强 民望再高 有了大学文凭 四话齐全了 也都没用 想想 历史上还有哪个封建王朝如此这般腐朽 株连九族查祖宗三代的 就算是地主 富农 右派 所谓改造好了 被党宣布脱了帽 以后填表都要自称脱帽地主 脱帽富农 脱帽右派 这一个托字一直会跟着他进棺材 连他们的子女也要称为脱帽什么什么子女 还得戴着这顶无冕之冠过上一辈子 从被老毛自己表白搞阳谋的1957年 经历了大炼钢铁 吃大锅饭的三面红旗和三年自然灾害 现在都知道是大饥荒 来到了文革 我这位唐嫂含辛茹苦 一边工作 一边一个人养大我可爱的侄女圆圆 她把孩子全托既养在我家的对面 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大花园 三年饥荒时期 这幢潘家豪宅的一楼 改成了吃大锅饭的大食堂 四楼改为全托托儿所 文化大革命中 凤真唐嫂属于反革命家属 也是备受歧视和欺凌的 记得有一天 她哭着和我爸讲 三叔 我要和国华离婚 我爸说 你都要熬出头了 国华马上刑满释放了 刚判刑的时候 你说她是遭人报复冤屈都不离婚 现在为什么反而要离婚呢 在我父亲的再三追问下 唐嫂才说出了缘由 原来同楼的一个摘帽管制分子 不知拍了谁的马屁 混到了一个跑腿拆式的李弄干部当 这思看上了我美貌风韵的唐嫂 就苟杖人士 企图以你是反革命家属 我可以随时批斗你来威逼我唐嫂 忍辱就犯 又耍出了十足的地痞流氓本性 我家兄弟听后 哥哥是义愤填膺 面对这种无耻之徒 我家众兄弟姐妹想出了一招 到唐嫂家包饺子吃 然后呢 咱们下一集再说 谢谢您收看《青春蒙难》 也谢谢您喜欢我的故事 请别忘了点赞订阅 再见 请不吝点赞订阅 点赞订阅 点赞订阅 点赞订阅